寶子们平时在练球的时候 轻轻地去拉球的 没有办法一板把对方给拉死 或者你拉的这个球 就不是很集中 拉球的这个感觉就不是很集中 但是我们其实在拉球的时候 对吧 你稍微集中一点 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集中地去发力 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肯定是在击球的这一瞬间 我们就需要把力量拉在球上 有些人是我们的引盘 很多人他在引盘的时候 就是你重心转开以后 转开以后 咱们这个引盘是随着这个重心的转动 你的小臂是打开的 但是有些人的引盘是 在球的下方会多一点 就是你会引到离自己的膝盖的位置多一点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集中地去拉出一个质量特别高的球 会觉得这个球 摩擦有点多 摩擦会有一点多 然后这个球过去的速度可能会不够快 因为我们在球的这个正下方去引盘 引到腿上的时候呢 球更多感受到的是这个向上的这个力量 如果想拉的比较充实 引盘的这个角度呢 要稍微的在这个球的正后方 也就是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是我的右后方 右后方不是右下方 不是往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方向找 试完我的膝盖后面 大概是屁股的这个方向去稍微引趴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球能 能有这种向前的发力 你如果只是从这儿开始引的话 从这儿开始引 这个球更多的是向上 你看它会这样 它不能够向前